很多网友一直固执地认为 明目宗龙庆皇帝的名字叫做诸仔后 也就是皇天后土的这个后 这个说法实在是令人费记 因为由于龙庆皇帝本人在位时间 大概也就六年左右 所以明目宗实录体量很巧 关于他本人的记载也不多 这本书甚至都没有记载过他的名字 但是他父亲家境皇帝的名 世宗实录中却明确地记载了 上命皇第三子宰记 亦四子名宰真 这句话的意思是 家境皇帝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 也就是龙庆起名朱宰记 第四个儿子起名朱宰珍 而龙庆皇帝在接班当皇帝之前 是大名的欲望 他做欲望的时候 番地里有一位教他文化的老师 叫做陈以琴 后来他在龙庆一朝 也做过大学士和礼部幼侍郎 而在这位人兄的墓志名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乃生而命名 从元从土均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 龙庆皇帝这个名字 他一出生 他父亲就给他起好了 上元下土正是个祭祀 除去这些比较权威的正史 龙庆的儿子万历在位年纪 一些野史如明山藏 两朝宪章录 黄明昭陵编年信史 都有朱宰记的明确记载 甚至就连大明当时的 藩蜀国朝鲜的一些史料 也记载龙庆皇帝的名字是朱宰记 那问题来了 既然大量史料都明明白白的记载了 名目中叫做朱宰记 那么他朱宰后的名字又从何而来呢 这个答案要从万历年纪 一位叫做卢汉的文人开始说起 卢汉其人生存年不详 除了在嘉靖年年考证过一次举人之外 没有在明朝担任过任何官职 大概是属于那种比较消极避世的 清流派文人 这位卢汉同志专注秩序 写过一本叫做掌中宇宙的诗史 在这本书中 卢汉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把朱宰记错写成了朱宰后 卢汉写错了没有关系 问题是后人修史 基本都要参考一下之前的史书 结果之后的文人 朱国珍写黄明史盖 以及谭景写国阙的时候 就都参考了卢汉的掌中宇宙 把朱宰记写成了朱宰后 而在清修明史的时候 很显然也参考了以上提及的基本史书 索性就硬生生的把记字改成了后字 就这样 朱宰后这个名字就以讹传讹直到今天 其实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 因为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 虽然他往往寄托了上一代人 对下一代人的美好寄托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想象 叫张美丽的人不一定貌美如花 叫陈长生的人却偏偏是个短命鬼 而提到朱宰记 我们最常能联想到的一个词就是 好色 朱宰记的好色从史料来看并非天性 或者说即便是天性 朱宰记本人也把这种天性压抑了很长的时间 这位在位六年就匆匆病死的大明天子的 绝大部分政治生涯 是在父亲嘉靖的时代中度过的 他大部分时间所办的角色 是一个谨言慎行的太子 作为潜在的皇位继承者 本朝除红武朝代太子珠标之外的任何一位皇子 他们在父亲的面前 必须要伪装出一副至谦至卑的样子来 嘉靖这个人有点神经质 喜怒无常 生杀与夺更加不常 老皇帝无论是对臣下 还是对儿子都极其的不信任 所以作为狱王的朱宰记 在番底岁月中机遇甚喜 就是说他堂堂皇帝的儿子 一年到头也讨不了几个老婆 朱宰记这种不尽女色的形象 在朝野间广泛流传 甚至骗过了他的老师徐杰和张居正 然而嘉靖死龙庆帝 狱王摇身一变成了皇帝之后 他就立刻开始夜庭充斥 结果不到三年时间 光妃子就封了13名 而平时皇帝在城城里 灵性的平衣下的女子 各是无计其数 朱宰记每次选拔秀女 数量都在300人左右 皇帝还特别要求 只征召11岁到16岁的花季女子 皇帝如此疯狂的 在民间搜刮女子的行为 甚至引起了江南地区的恐慌 闹出了一场拉郎佩的风潮 什么叫拉郎佩呢 意思是说朱宰记频繁的选拔秀女入宫 严重的剥夺了民间男女 自由恋爱的意志和权利 百姓们对这种皇权独占性愤恨不已 宁肯在选拔秀女的季节之前 把自己的女儿仓促而随便的人嫁了 也绝不把她送入宫围 皇帝如此爱好女色 那她的身体就是极度放纵的 随着而来就是健康状况 十分不容乐观 到她驾崩之前的一年时间里 朝野之间早已经知道 龙庆是一个结结实实的色牢 这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 从早能模范到色牢皇帝 朱宰记的变化实在太快 太迅速 让人有点难以置信 但其实 所有的难以置信都并非空穴来潮 其背后都有着深层次的理由 皇储实在的朱宰记 是一个长期被压抑天性 长期被父亲家境监视和打压的人 他就如一根弹簧一样 不断的被按压 而一根承受了无数压力的弹簧 一旦不再被按压 压力得到释放 就会以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反弹 压得越狠 弹得越高 朱宰记在明帝国的权力上 就成为他父亲家境手中的弹簧 俗语有云 百善孝为先半恶 银为首 朱宰记如此好色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断定 他是一个昏庸的失败的帝王呢 答案出人意料 因为龙青不仅不是一个昏庸无道的帝王 还有可能是大明王朝历史上 表现最成功的一位皇帝 未雨不信 请看下文 我们知道到明中期以来 大明王朝在外部环境上 所面临的两大问题 一是东南窝患 二是西北鲁魂 14世纪初 日本进入了南北朝的分裂时代 大量因为战乱战败 而失去牺牲之所的武士们 在本土无法生存 转而选择了流亡海上 他们来到中国江浙和福建的海面上 和明朝境内的海盗相互勾结 在沿海里去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这种情况在嘉靖时期尤为严重 也正因如此 才诞生了如民族英雄七级光那样的名将 而北鲁在某种程度上 则属于是明朝的老朋友了 高皇帝结束了元朝的全国性统治后 元溃陶竟然在明朝北部 分裂成了达达瓦拉 不连哈三部 这蒙古三部之间 此消彼长百年间 限于频繁的内斗中 单一的畜牧业和并不发达的手工业 时常让元人的生活陷入困苦 而为了改变生活现状 获取明朝境内的物资来补贴自己 成了他们最直接的手段 而这种手段 又可以细分为朝贡和护士 然而大明王朝的历代皇帝们 对元人的态度并不明朗 加之多年前土木库之变的发生 所以到嘉靖时期 明朝已经基本断绝了和元人的边境贸易 元人无奈 只好通过武力抢夺的方式 在边境大肆劫掃扫耳百姓 捕捉牲畜 此之为北鲁 嘉靖29年 达达人长驱直入 竟然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 然而就是这样 在前期使得朝廷焦头烂额的南窝北鲁 却在龙庆皇帝的时代 被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其实南窝北鲁并不是什么世纪大难题 因为南窝的根源在于 明初那种极为严苛的 不需百姓开展海洋活动 片板不得下海 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的行为 极大的压缩了东南居民的生存空间 一部分居民沦为海盗 这才能和沃寇相互勾集 而北鲁则更为简单 百年燕云 元人早已不负当年黄金家族的荣耀 不断分裂的游民族 已经无法再颠覆民政权 所以他们需要的 不过是明朝开放互事 给予他们合理合法交易的机会 因此在龙庆的时代里 沿海地区有了龙庆开关 朝廷解除了海禁 使民间海洋活动合法化 还允许私人出海到东下洋做生意 军官外则更有龙庆合意 重新开放和元人的边境贸易 并不续任地解决北疆的分争 试问 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 素有高智商之称的嘉靖皇帝 为什么办不到 他成了一种奇怪的携手攻击模式 即皇帝只顾享乐 但却鼓励陈下拼搏 在皇帝名义上的努力下 龙庆时代多数皇帝的民君圣主 只不过 所谓帝王千秋功业 那是后人凭说是寂寞身后事 于当时的朱载记来说 只消是幻梦一场 人死成空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